看看新闻网 要求自己下跪 让蔡康永的个人形象 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突然想起个事 某男名人能管管自己的小鬼吗 从上海飞 却谎称从台湾飞 虚报四万机票费用 一进酒店 立即把小冰箱里 所有饮料拧开 只为好玩 这些我都忍了 但在红毯上 你的小鬼扯住我的衣领 对我大骂 让我给你跪下 以欢迎你出场 我当场就飙了 我对你本人真没意见 我依然喜欢你 但我们此生 必不会再合作 著名男艺人 虚报四万元机票 要求主办方下跪迎接 这样醒目的字眼 看得让人弹眼落惊 而网友25日 发表的这则微博 也一度引发了大众 对这位横行霸道的 男艺人真实身份的猜想 这好像讲的是蔡康永嘛 可是台湾男名人也很多 他本人那么亲切 神奇的网友很快就目标 锁定了台湾艺人蔡康永 而令人惊讶的是 当天下午4点03分 蔡康永现身微博 并对诸多指责进行了回复 打扰了 业内有人叫我过来看望一下 看来您有几位粉丝认为 文中所说是我 虽然在我所知范围 同事中 并无人犯下这些罪状 但即使是误会 我们这边也该了解状况 经调查 记者发现10月24日晚 在北京举行过一场 由费加罗杂志主办的年度盛典 纳英 姚晨 黄晓明 孙丽等明星相继出席 蔡康永也在嘉宾之列 而发表微博的反裤衩阵地 正是费加罗杂志的编辑总监 如此看来 如果爆料者指的的确是蔡康永 那双方的矛盾摩擦 正是产生在这一次活动现场 根据现场的资料来看 当天的红毯围观人数的确众多 蔡康永也一度曾被粉丝簇拥 至于爆料者所说的蔡康永助理 要求她下跪等情节 并没有在录像中得以真实体现 而对于杂志编辑总监的指责 蔡康永的经纪人李小姐全盘否认 认为自己的团队 完全没有过激的行为 对于虚报机票费用的指责 李小姐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而对于微博中 关于蔡康永助理 打开饮料瓶盖取乐的指责 李小姐更认为是无稽之谈 不过就在蔡康永回复 反酷查阵地微博之后的 仅仅20分钟 这位编辑总监立即翻微博 予以回击 并称自己所说的一切 都是有评有据 蔡康永方面无法抵赖 康永哥 我永远支持您 但昨天某卫视一个栏目组 正在全程给我拍一个纪录片 他们全程记录下了您的工作人员 对我破口大骂的场景 我当时真的很难过 我一直尊重您 敬仰您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您的工作人员 待我和我的同事如蝼蚁 与此同时 《非加罗》杂志的其他工作人员 也出面力挺总监 在接受新一流在线记者的采访时 言之凿凿地表示 自己的确亲眼看到了 蔡康永助理的出格行为 你有看到过他们有过冲突吗 说他抓着他领子 要他下跪这样子 这个确实我确实看到了 确实看到了吗 我们现场又有很多机位 另外一个编辑张纳 也就是蹲着脖领子 然后就是蹲着脖领子 拎着往前拉着倒 对于杂志方面的新一轮执政 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 认为对方完全是在胡说 而且从措辞来看 这位经纪人有点被逼急了 您当时是在现场是吗 我当然在现场啊 我们旁边有连我在内 还有另外两个女生助理 人家都是小女生 他那么一个高个子的男生 站在那里 你说我们要拉他衣领 什么扯他 然后叫下跪 这种画面 我们又不是在拍电视剧 会有可能吗 因为在场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有什么刘亦菲 有孙丽 旁边有很多艺人在 对于诸多争论的焦点 蔡康永和杂志社方面 双方各执一词 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 倒是随后 蔡康永经纪公司 发出的一则声明 和蔡康永的跟帖 让双方都有了台阶下 活动时 女助理请您下却 安排艺人出场 也许误听 女助理再无知无理 实不可能叫人下跪 但她态度肯定不当 冒犯阁下一定惩处 请您查 工作都辛苦 还望互相体调 谢谢 经纪公司有他们立场 也只能就事论事 但我知道您肯定 有更多委屈 迎人未言 这是您厚道之处 典礼诸事烦乱 累您受气 有机会容我当面请罪吧 而杂志社方面 随即也有了回应 态度明显有所缓和 而且收回了编辑总监 在第一则微博中 关于此生不再合作的说法 因为我们这边 还是对康永哥是 特别尊敬的 就是只不过那些 就是那些 他的那些经纪的 这个手下 可能有一些 我们有一些冲突 不过我相信 在以后的合作中 不会再产生了 然后呢 咱们就都冷一些 处理就完了 好吗 新闻在线 综合报道 好吗